明年就要卸任秘书长的职位了 有没有理想的接班人 这个应该要让党决定 不是林冠林一个人决定 但是你自己心里面觉得 有看到哪一些具备怎么样条件的人 才能够接任接班人 你知道那天我访问潘检网 他说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这是一个疯狂的 有一种病的人才可以做 因为他会是要到处跑 把所有时间都给挡 这样我要怪他了 讲我不是人这样 我们的结论是 这种病是林氏家族的遗传病 没有 不敢 其实我看最主要是 当然他要有这个能力 有些能干一个才华 而且斗志和勇气也是同样重要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掉有这个团队 能够有这个凝聚力 凝聚所有的领袖 能够以一个队伍出战 因为现在的世界不能够独当一面 或者当墙壁 也要靠团队的 我时常喜欢用这个 足球的例子 一个Lino Messi没有用的 如果他一个人 他也不会胜的 你是一个球员 你一定会打败他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团队 要能够培养这样的精神是最好的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介绍一般的那些 有才华年轻的领袖 最终是由党决定 像你的领导下还算是相当稳定 是因为算是强人的一个领导 所以不管是各州的这种山头主义 各派别 不管是尼斯兄弟 雪州这种 这个邓张青 潘建伟 柔佛州这种 马尤甲州 这种各派的这种派别问题 还可以暂时压得下来 但是一个新领导人上来 他可能会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我不是强人的那种的姿态 来领导 没有 但是我不会有柔寡断 我不是强人 但是当我们是当基地断的时候 不代表我们是以强硬的方式 当然不能够有柔寡断 做领袖不能够有柔寡断 但是当我们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以全体商量讨论才进行的 我看这种集体领导应该继续下去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集体领导方式 使到我们党基本上是非常环节 领导核心是最重要 而且我们领导核心可以说 基本上是使到大家感觉到非常环节